武夷山国家公园有竹类近百种 这一种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竹类中最矮的一种 它叫玉山竹 那么它大约有六十公分高左右 主要生长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海拔两千米左右的区域 从山顶的中山草垫到山路的长绿阔叶林 武夷山国家公园保存有中国大陆东南部发育最完好的五种植物垂直带谱 由世界同纬度现存最典型 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长绿阔叶林是我们武夷山国家公园最重要的森林生态系统之一 它这个分布面积广 然后它的群落外观看起来相貌平平 但实际上这个林下是大有乾坤 因为它和其他物种长绿物种一起 形成了枯枝 落叶 凋落层 它会很好的涵养水源 那这也是我们武夷山有源源不断的溪流 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生性的森林植被能把水流住 让武夷山不会因为气候变化而陷入枯水期 每年森林生态守护者王维峰都要来武夷山为山水拔麦 森林它还有桃节 净流 还有蓄水的功能 因为森林土壤它淡了孔气然后保存水 所以说森林是水库 茂盛的森林植被犹如一张大网 不仅可以蓄水 还可以过滤降水 优化水质 我测的是常规的水质山术 代表实验室 然后继续检测它的水质状况 目前我们的采用频率是一月一次 那么这里的水质是非常优秀的 武夷山水资源丰富 除了森林可以保养水 还在于地质和气候的双重作用 使这里雨量丰富 溪流绵延纵横 季风将海洋上的水汽吹向大陆 那么长溪之路的水汽呢 在华东屋子 武夷山这里 遇到屏障 那么它就会形成丰富的山内降水 夏季午后 翻滚飘移的云 带来多变的小气候 一阵暴雨过后 海拔一千两百米处的情侣瀑布 水亮风盈 男儿铺 裸差大 颇具阳刚之气 其左侧的瀑布 女儿泉 蜿蜒曲折 发源于黄岗山的九曲溪 全长约六十千米 一壁如染 如玉带 盘绕于丹山中 寂兴山水 须放歌 宋代大如诸熙 在武夷山著书历说 感怀所致 写下九曲兆歌 武夷山上有仙灵 山下寒流 曲曲青 九曲美景 明阳四海 明代探险家徐霞克 慕名而至武夷山 九曲西上 他感叹这里 落照青松 山光水区 岩济雄阔 全意高散 九曲西 西水清澈 水源充沛 光道刺疤 是游客眼中的网红 他们对水质要求颇高 也对维持水生态平衡 发挥着积极作用 而在黄岗山东北路的大安苑 是闽江的发源地之一 风顶的雨水 透过山上茂密植物的根系 慢慢渗透到山谷中 使得这里万水盈利 互流纵横 武夷山的年降水量 大约在两千毫米左右 超过我国大部分地区 在这样舒适的氛围中 一些小昆虫 开始成长发育 这些幼虫看似不齐眼 但对栖息的水环境 要求很高 不久后 他们就会羽化成鹅 加入武夷山昆虫的大家庭 武夷山的水 不仅输造了 武夷山的地形地貌 也为武夷山国家公园 成为生代文国提供的基础 水是武夷山的灵魂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 溪水流淌 奔永不息 水 植物 土壤 空气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 共同形成一个极其优良的生态系统 国家公园里布设的碳通量塔 监测着森林碳通量相关的各项数据 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 成为碳灰 武夷山庞大的森林覆盖面 让这里的碳灰量极高 是我们地球珍贵的绿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谢观看